男人看到自己喜欢的女人 一般都会疯狂地追求 最后追到手了 那么接下来对于女生来说很重要 你要想办法让这个男人被你拴在身边 心思还放在你的身上 不会移情别恋 那么哪些女人拴不住男人的心呢 第一 大小姐脾气暴躁类型的 结婚前为了追求你 男人会宠着你 还说你这样有点小脾气 有个性非常喜欢 其实是为了讨好你 等把你追到手以后结了婚 你还是那样的话 估计男人肯定会受不了 会觉得这样的母老虎被自己娶到家 真的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外面在遇到比较温柔 对她有点想法的女人 你可以想象 她还能再愿意回到你的身边吗 第二 疑心病过重的女人 有的女人就是觉得 自己男人对别的女人都有兴趣 只要在自己老公身边 转悠的女人都有勾搭自己老公的嫌疑 每天回家必须检查老公的手机 钱包聊天记录 通话记录 看到自己认为可疑的地方 就必须刨根问底 有的女人甚至会跑去公司大闹 就是因为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 真的是让男人丢尽了脸 更让男人觉得一点隐私都没有 你说这样的女人 怎么能够让男人不想和你离婚呢 第三 不爱打扮自己的女人 恋爱期间出去约会 双方都很注意形象 结了婚以后 女人在家简直纯素颜 这样也还能理解 但是出门也不爱打扮自己了 真是无所顾忌了 自己看时间长了 估计都会有点受不了吧 女为悦己者容 所以女人一定不能不爱打扮自己 外面都是花枝招展的人在招摇 你还觉得自己素颜是最真实的美吗 你真的是胆子太大了 你不觉得是吗 等小三出现了 你就连哭都没有机会了 要想拴住自己的男人 你首先得先爱自己 让自己看起来有魅力才行 不能是自己把自己男人给撵出去 让他去找小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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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